包括文化檢觀裡面,這兩棟建築是不是可以電外拉出來做古蹟提報的一個程序 以上,謝謝 長官好,軍備局這邊發言 因為我們土地是屬於軍備局,現在的使用單位是屬於空軍 軍備局這邊都是尊重空軍勢力部的相關意見,謝謝 好,謝謝 我們還有空軍作單指揮部要發言 來請 主席局長,各位先生大家好 空中部這邊有兩點要發言 第一,北市府這邊將殘除三重大軍事管制區、納入文化景況範圍 內容有分為農業區域、俱樂區域、生態和軍事區 因此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方式的維護計畫 那也感謝文化局這邊,為了軍事的需要 那將軍事區才尊重的方式來讓我們獨立運作 那第二,文資文化資產保存法裡面 第54到59條規定說,文化景觀經審查登入並公告後 北市府會因格外性質決定保存及管理原則 那其中如果說,維護計畫不違反國家安全法的話 那上面的限制規定之下 殘除他重要軍事的管制區和文化景觀管制區是可以同時併存的 那我們空中部也配合這邊北市府辦理,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先再請民防指揮管制所 你們代表 是,主席大家好 這裡是民防指揮管制所 即是郭鴻瑜在此做第一次發言 對剛才第一位發言的那位先生 他剛才有講說那個就是民防司令部 然後裡面有那個防空洞 可能在此聲明 他說的那個防空洞可能太過於抽象 然後本所目前並無管理任何防空洞 在此聲明,謝謝 檢政署這邊補充報告 因為我們的部分等於是在軍事管制區的另外一段 那在地圖上這邊還是寫軍事管制區 那事實上我們大部分的建築 都是在民國六十年以後建的 跟這個歷史文化景觀比較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是不是我們可以比照國軍的部分 如果有關需要徵建或擴建的部分 由我們自行來辦理,謝謝 好,謝謝 謝謝 再來這個檢查通訊所代表 主席還有各位議會的單位,大家好 是因為我們是那個檢查通訊所 我們以我們那個上級機關檢政組的意見為主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我們寶七 第七總隊 寶七總隊也代表 寶七總隊也代表 寶七總隊就如我們先前已經有提到一些那個 書面意見表 請各位參眾 好 現在的相關建議的四項內容還挺多的 好,我不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文化局的這個民辦的這個建議裡面 跟今天大家課單會的發言等等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初步的探討嗎 如果委員要先提到的那些 主席很抱歉 我跟黃詩軍委員一樣的意見就是說 這個範圍我尊重這些文資委員的意見 因為我個人住在那裡 住了三十四年 然後所有的有關 剛剛所講的 各單位各機關所代表所講的 我都非常尊重 那我們那個空軍座指揮部 就是我們非常有名的 江國慶命案發生的地點 然後旁邊就是台大 剛剛講的那幾個 剛剛黃委員所講的 說要把它特別拿出來做鼓蹟 這個部分可能要再問農委會的意見 那至於其他的範圍 跟我們要定的那個管理 保存跟管理原則 我就尊重今天委員的意見 謝謝 其他委員有沒有錯誤可請教的 再請問 就是因為剛才那個 譬如大陸有跟我說 說因為這個案子是我們學校案子 所以說我應該要回避 但是我想要說明一下就是說 如果目前並沒有擔任任何行政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跟我的職務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的發言 我想都跟我個人沒有任何利益的關係 所以我想爭取在做各位委員的意見 我先說我是不是有需要迴避 我們過去也有學校的已經會有歷史變成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要求那個學校迴避 來請 針對那個王老師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不涉及表決 那今天是談登陸理由跟保存原則的部分 其實老師不涉及他的行政職權上的衝突 其實不用迴避 以上報告 就像剛才王委員提的這些部分 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太擴大 因為文化局可能都非常的嚴謹 但是搞得這樣的這個追毛求疵 這個對委員來講也不是很好 如果他是跟這個本案實質的管理 或者行政單位我想應該是對的 但你不能夠把這個所有台大的都拿去學大 那這樣的話我們相關的單位其實也不能來發言 他都要回避 都照這樣的原則 我想這個還是尊重這個委員的這個熱誠賢助 即使我們這個案最後要表決 我覺得還是可以練習 還是可以參與 好不好 OK 我們就不要去擴大的這樣 要不然大家都追毛求疵 那沒完沒了好不好 好 其他委員還沒有 來請 這個看是不是康老師 因為這個整個 當時也委託康老師來做一個調來研究 我覺得在這裡面有一點點 美中不足的 這個長廚山 事實上我們都從漢人眼光來看 事實上長廚山早年它是太亞族 太亞族最接近台北盆地的一個據點 所以附近 早年這邊寧安太古所在安西的一些住宅 它都是是長廚山 是一個原住民出草的一個所在 所以這邊才有古庭才這些民生出現 所以是不是把這一段的類似 能夠稍微敘述一下 以上 我想請教 剛剛我是同意用產業 那寫了糖業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調查裡面 有出現過糖業 這請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既然是整個文化景觀 我記得最初在討論的時候 有說從公館要出去 這裡面其實還有很多水菌系統 就是跟柳工菌 所以我覺得水路這個部分 看怎麼樣能夠在未來整體 很多被加蓋了 也許將來還有一些 其實未來應該有個保護管理計畫 一定要再把你訂出來 那我覺得剛剛國防部或者是軍事單位有提到 我覺得那兩個就是有點問題說 不受限制 其實在我們的法規裡面 其實應該只是說 如果你有些特殊的需求 可以再經過討論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受 受所有的文化景觀的法令的約制 那這一點應該是不用質疑的 以上謝謝 謝謝 關於這個案子 因為它是以文化景觀的方式的登錄 然後通常我們目前看到文化景觀裡面 大部分都以文化相關的設施建築這些為主 那這個案子蠻特別的 它有蠻大部分的生態這個部分 所以我在想說 我有點好奇說 在康老師他們的調查研究報告裡面 有沒有曾對這邊的 比如說生態的多樣性去做一些說明 謝謝 現在我請那個 皮包人代表簡單說一下 那其他委員還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先請那個皮包人 針對剛剛生態的部分有做 來 要不要講要說明 是 那個康老師的計畫是分成三個部分 那其中一塊就是生態的部分 是回託台大的李北芬老師進行研究 那去年就是在山上 大概去年四月的時候 用紅外線攝影機 有在蠶竹山上拍到三槍的存在 那還有其他的很多的保育類的動物 以及一些日本時代那時候調查出來 比較特別的蘭花的一些種類 所以它是在那個調查研究計畫裡面 今天是有專門的一張去做這個地方的生態調查 那我請教那個幕僚單位 今天相關單位跟皮包人還有委員 這麼多綜合的建議 那在我們這些泥辦裡面 是要今天有辦法處理還是說 我們先因為時間也快差不多了 是不是就是說 可不可以把今天相關的這些建議的部分 在我們的尼辦的這些 將來的管制原則等等 是不是都把它列出來 同時列出來 跟我們的有一致的部分 或增加的部分 那我們再提下一次 來做這樣的一個討論確定 跟主席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先強調一下 我們的那個範圍的部分 其實在今年的1月13號已經做確認了 所以範圍不用討論 今天是針對針路理由跟那個管制的部分 那今天委員提的這些意見 我們做盡速的修正 因為下一次大會其實還會做宣讀 那可能再讓委員做進行最後階段的確認 我們再進行公告 那如果沒有反對的意見 我們今天會就到這個地方接觸 非常謝謝大家